民国42年4月18日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司令于红军正式就职 于红军司令在副司令彭孟吉的陪同下 检阅一队 然后进入办公室 接见各单位负责人 接着举行业务汇报 由保安司令部各单位首长 分别向于红军司令提出工作报告 说明保安司令部业务进展情形 于红军司令勉励工作同仁 要做好速兼防碟工作 确保社会安定